兄弟们啊 看在这个视频的兄弟们大家好啊 雪天车辆打雾的时候 我们应该打一些什么样的拖车结 能够在死尽图转的小龙下不死结 首先第一种大家看啊 绳子这样短绳在下这样 绕一圈之后 左手拉出一个绳子之后 右手的绳子我们直接双折点 穿入绳子内 看着啊 这是一个活结 然后呢我们使劲一拉伸 看着慢 这绳子你怎么拽 它不止一样看着慢 解开的时候你拉这短绳 怎么使劲它不开 第二种啊大家看 主绳抓个双啊 然后副绳子啊 踩一圈 从后方两个交叉点地方绕过来 双折叠的形式啊 穿进上方扇眼当中 然后呢拉起后方绳绳 直接一拽叶 看着没 嘎嘎的啊 你无论怎样拓拽 死劲它不死结 咱们再调整一下也可以啊 绳绳留到外头之后呢 你解开的时候你就这样啊 你看着没 两侧一掰中间鼓起来 一拽直接就开了啊 第三种啊大家看 副绳做个半钩 压在组绳上方 组绳从下方拉出一个绳筹 绳筹拉出来以后呢 副绳我们双折叠啊 穿入进来 收紧后方组绳 看见没 整理一下啊 后方组绳 这绳结它是个滑动的啊 收了之后它可以向前滑动 哎瞬间就锁紧 有怎么拽它没问题啊 完成之后还是这样往下掰一下的 拽腹绳轻松收绳 就这么简单啊 它叫地毛结 适合我们在固定 大家看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把 固定物体固定在这里的时候 从前方上面穿回来 绳子拉过来以后我们的绳子这样啊 从下方搭过来这样 绕一圈 从内侧 穿两圈就可以啊 看见没 穿两圈之后 把这个绳子我们直接整理一下 后方一拉伸组成轻轻一拽 看见没 自动性体的锁紧 嘎嘎的啊 绝对结实 咱们户外拖车就只用这一种 没问题啊 怎么拽它不舍 没问题啊 都能够 走 走 走